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宣布,将总计投资1.141兆韩元用于材料和零部件技术的研发R&D,重点是打造先进产业的显著领先地位,稳定供应链,并实现碳排放中立性。 3月上旬,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首次公布的价值2451亿韩元,折合1.837亿美元的材料和零部件技术开发新项目。 这些宣布的项目是1月18日发表的工业与能源研发投资战略的一部分,计划围绕推进尖端技术、稳定供应链和实现碳中和。 最初,694亿韩元将投资于旨在扩大半导体、显示器和航空航天等先进产业领先地位的技术。 其中包括,开发用于大容量汽车电池充电的氮化加GAM半导体工艺,设备和模块,扩展现实XR中的非接触式触觉材料,以及用于飞机发动机的轻质耐热铝化态TIL压缩机叶片和低压涡轮叶片,支持35个新项目。 此外,还向针对特定国家地区高度依赖的185个供应链稳定项目的技术开发新投资586亿韩元,这比去年的新增投资额增加5倍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包括替代稀土元素的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电动汽车电机废稀土磁体回收工艺技术,以及生物二纯核心材料和应用产品开发等项目的开发。 此外,为了响应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等全球环境法规,韩国还将新拨款545亿韩元用于开发材料和零部件的碳中和技术。 该部此前,曾通过碳中和工业核心技术开发项目,支持钢铁和水泥等关键行业碳中和工艺技术的开发。 今年,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其材料和零部件技术开发项目中增加了碳中和部门,支持29个项目,包括将废料回收成铝合金材料的技术,以及利用捕获的二氧化碳,开发绿色纤维材料的技术。 此外,政府还决定,向吸引民间投资的企业提供626亿韩元的投资相关技术开发支援金。 在以目标为导向的技术开发方面,已宣布的121个新项目中,有111个被规划为每个预算超过100亿韩元的大型综合项目,旨在实现技术进步和快速掌握技术。 此外,还有55个项目被设计为境外联动项目。 与此同时,根据三星公布2023年度会计报告书显示,三星在2023年第四季度,清空了其持有的荷兰曝光机厂商ASML的剩余全部股份158.04万股,持股比例0.4%,预计套现约1.2兆韩元。 根据资料显示,在2012年,为了支持ASMLUV曝光机的研发与商用,并获得EUV曝光机的优先供应。 在2012年,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均赤资入股了ASML。 2012年7月,英特尔入股ASML获得15%股权,并出资10亿美元支持研发。 2012年8月,台积电,入ASML获得5%股权,承诺5年投入2.76亿欧元支持研发。 2012年8月,三星入股ASML获得3%股权,并额外投入2.75亿欧元支持研发。 有资料显示,三星当时对于ASML的投资金额为3630亿韩元。 虽然三星是这三家厂商当中入股最少的,但是盈利却很多。 因为台积电早在2015年就清仓了ASML的股票,英特尔则在2017年,2018年级之后,也陆续卖掉了持有的ASML的股票。 三星在虽然在2016年三季度,也卖掉了其所持有的大约一半的ASML股份,套现约7500亿韩元,但仍持有大约1.6%的股份。 2023年二季度,三星减持了其所持有的这家荷兰普光机大厂ASML的股份,使得其持有的ASML的股份,从第一季度的629.7787万股,减少到第二季度的275.0072万股,减少了354.7715万股。 三星电子持有ASML的股份比例,也从1.6%降至了0.7%,持股的账面价值市值,也从大约5.59兆韩元,降至了2.6兆韩元,预计套现了约3兆韩元。 随后2023年三季度,三星再度减持了其所持有的约0.3%的ASML的股份,套现了约1.34兆韩元。 经过2023年四季度的减持,三星电子所持有的ASML的股份已经全部清空。 综合来看,三星减持ASML股份累计获得了6.29兆韩元,相比之前的3630亿韩元的投资来说,盈利超过了16倍。 一届认为,三星此次出售ASML股份是为了其半导体投资筹集资金。 尽管全球经济放缓,三星电子仍然继续增加投资,以增强未来竞争力。 另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电子已经通知客户和合作伙伴, 从今年年初开始,将第二代三奈米工艺改名为二奈米工艺。 其实在去年年底就有相关消息称,三星异域将第二代三奈米工艺改名,现在已经基本得到确认。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他们接到三星电子的通知,他们正在将第二代三奈米改为二奈米。 去年与三星代工厂签订的第二代三奈米合同也同步改为二奈米,所以他们近期需要重签合同。 今年一月份,韩国媒体报道称,三星电子已经着手制造第二代三奈米制程SF3的试制品, 并计划在六个月内将良率提升至60%以上。 根据三星之前公布的资料显示,与上一代SF4工艺相比, SF3工艺在功耗和电晶体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效能可以提升20%, 在效能不变的情况下,功耗可以降低34%。 其实这也不是三星晶片工艺第一次更名,在2020年的时候, 三星就曾将第二代七奈米工艺更名为五奈米工艺。 当然,改名字的手法,英特尔也深谙其中。 英特尔日前就表示,台积电和三星的二奈米制程工艺的量产时间都需要等到2025年。 此外,在背面供电技术方面,台积电也要等到2026年量产的N2P制程采用采用。 也就是说,最快今年,英特尔就将会实现在先进制程上对于台积电的反超。 预计英特尔2025年上半年,商用的英特尔18a将会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此前,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英特尔18a制程效能表现将领先于台积电N2节点2奈米制程。 虽然英特尔18a制程与台积电N2制程的电晶体Transistor密度似乎差不多, 但英特尔的背面供电技术更加优秀。 这让硅晶片拥有更好的面积效率、Area Efficiency,意味着成本降低, 供电较好则代表表现效能更高。 不错的电晶体密度,极佳的供电, 让英特尔18a制程,越领先台积电N2。 此外,其还表示,台积电的封装成本非常高, 英特尔毛利率有望缓步增加。 当然,最后2奈米之战的真正赢家, 还需要市场大客户来用脚投票。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